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有这些缺点的女人,大多很不简单,活得很好。 人生是常考试,每个人都会交出不一样的答卷,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一样的理解,选择的人生道路也会截然不同,人生很复杂,善恶对错,是非好坏,往往没有明显的界限,我们身上的缺点,看似是错。 但从长远来说,未必是坏事,有以下缺点的女人,大多很不简单,活得很好,适当的抠门,能抓住钱,一个同事。 特别擅长省钱,很少参加聚会,中午自带午餐,穿的衣服都是特价促销的,一个手机,用了很多年都没换新的,骑着个二手电动车上下班,网上搞活动,大家疯狂网购的时候,他只买了些日用品,也没有大批量囤货。 他说,前几年,他租的房子也很简单,里面的家具,电器,寥寥无几,没见他吃过什么零食,偶尔只是见他吃点水果而已。 几年后,大家陆陆续续婚嫁,房子都是父母给准备的,只有他,花自己的钱,悬宽买了一套房,震惊了所有人。 他笑了笑,说自己没有叫什么好运,也没有什么能赚钱的妙招,只是平时比较抠门而已。 适当抠门的人,懂得管理自己的钱,人生路上,没有那么多的物欲,有明确的目标,努力攒钱。 诸葛亮说,夫君子之行,尽以修身,简以养德,非淡薄无以明智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 适当抠门的人,会让自己少应酬,少交际,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,而且,还能把钱花得更有价值,让自己未来的生活更加稳定,对未来的期待更高,抓住钱,生活中就会多出许多的底气和幸福感,自私地爱自己。 保持底线,爱,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浪漫,经营一段感情,人生色彩更加斑斓,两个人在一起,双向奔赴才会幸福。 若你的付出得不到任何回报,你的爱迎来的都是失望和伤害,等不到爱的回馈,就要懂得放手,心之碎片,终邪道。 无论怎么样,一个人借骨堕落,总是不值得原谅的,越是没有仁爱,越要爱自己,对一等的爱,会让人感到幸福,感觉到甜蜜。 如若,你在一段感情中,只能用讨好,换来爱,那么,你的心里装的是苦楚和委屈,如果一个人,总是让你流眼泪。 知道你在期待什么,就是不给予,不断要求你妥协,让你去爱他,遇到这样的人,要懂得退出,别为了任何人失去自我,再爱,也要懂得适可而止。 懂得自爱,从不会让别人过度消耗他,他也不会去爱一个不值得的人,学会自私地爱自己,保持底线,你会遇到那个真正欣赏你,尊重你的人,恰当地博良,学会拒绝,亲爱的,热爱的,中的韩商严,被迫相亲。 没想到相亲对象居然是童年的堂姐,童年的堂姐,想坐在韩商严的副驾驶上,被他冷漠拒绝,在车上。 韩商严就把话说清楚了,他和他之间,本就是长辈们乱点鸳鸯谱,大家也不必做朋友,就和和其其地陪长辈们,把这顿饭吃完就好。 看似韩商严良薄,不懂礼貌,全成黑脸,其实,他这样干脆利落地拒绝不喜欢的人是对的,学会博良,学会拒绝,你才能真正得到你想得到的幸福。 三毛在,自己,中写道,不要害怕拒绝他人,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,生活中那些恰当博良的人,有一副生人物尽的姿态,从不会随意对他人示好,而是懂得则有而交。 遇到自己不乐于做的事,懂得拒绝,不为任何人改变自己初衷,一个人,懂得拒绝,大多会活得更轻松,不会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,而浪费自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,也不会让自己去讨好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,丢了自己的快乐与从容,不会随意妥协,自私是一个女人的缺点吗? 从某种角度来说,我觉得不是,自私反而意味着一个女人懂得为自己着想,懂得为自己而活,凡是把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放在第一位,有什么错呢? 如果你根本活不出自我,根本不懂得爱自己,维护自己的利益,那么你有能力爱别人吗? 你懂得什么是爱吗?要知道,自爱才是爱人的前提条件,那些看起来活得很自私的女人,其实才是真正活得清醒,活得明白的一类人,他们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她,只是坚定地活出自己,做自己喜欢的事,不管别人怎么说,做自己认为对的事,不在乎别人的评价,只要问心无愧,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人生了。 何必因为外界的否定而自我怀疑,自私的女人不会随意妥协,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应该做什么,跟这样的女人相处,你不会觉得有压迫感,你反而会受她影响,知道该如何更好地活着,不会在背后完心眼,生活中有些女人,说话做事向来很直接,她们从来不会在背后完心眼,有什么就说什么,该做什么就做什么,跟这样的人相处,你会觉得很舒服,因为她待人真诚,没那么多。 你不需要去猜她的心思,也不会去细究她说的每一句话,因为她是个直来直往的人,想不了那么多,也没有太深的心思,相比于那些心机深沉的人而言,这样的人无异于上天的恩赐。 人生在世,本就分外艰难,我们就应该多跟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,如果一个人让你觉得很累,最好是远离,但是直率的女人刚好相反,她们给你的感觉是轻松的,则在的,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恋人,你都会觉得,这样的人遇到了是你的福分,性格孤傲,拒绝无用社交,性格孤傲的女人,往往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, 她们似乎不太善于交际,更喜欢独处,这种性格特质虽然不利于社交场合,但却有着独特的优点,性格孤傲的女人,有着自己的原则和信仰。 她们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,而改变自己的立场,这种坚定性,让她们在男人面临困境时,能够给予宝贵的建议和知识,同时,她们也能够更好地照顾到他人的感受,不会过度参与无聊的社交活动,当然,性格孤傲并不意味着,她们不懂得关心他人,相反,她们可能更加注重内心的沟通和交流, 能够在心灵上给予男人最真挚的知识,这种深层次的关心和理解,是其他性格类型的女人所无法替代的。 总之,性格孤傲的女人虽然看似难以接近,但她们独立自主的优点更值得欣赏。 记性差,巴尔扎克说,如果不忘记许多,人生无法再继续。 许多时候,我们之所以过得不开心,不是因为烦恼太多,而是因为记性太好,尤其是对过去的安怨, 若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,将会成为前行路上的负雷。 一个有福气的人,恰恰是记性差的人,心胸豁达不计较,才能活得自在潇洒。 潘石一上小学时,成绩特别好,考试经常拿满分,他的远方叔叔在这座小学任教, 可自己的孩子,成绩差得一塌糊涂,每当有人在叔叔面前夸赞潘石一世,他心里就十分不舒服。 后来,潘石一参加少先队员,当老师正给他系上红饼巾时,叔叔竟当中将他拎了出来,不让他带红饼巾。 这件事情,极大的伤害了他的自尊心,对这位叔叔,他记恨了34年,直到去世,也未曾原谅他。 后来,随着阅历的增长,他决定放下心中的仇恨,包括曾伤害过他的其他人。 那一刻的他,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 有句话说,放下别人的错,解脱自己的心,对往事历历在目,不见得都是好事,忘掉不愉快的经历,忘掉过去的仇恨。 才是真正的善待自己,说话之,在综艺《50公里桃花舞》里,有一个片段,在集体讨论环节,宋丹丹提议,第二天举办篝火晚会,每个人都参与表演。 虽然许多人之前就表示不想办晚会,但碍于宋丹丹的身份,大都不情愿地应承下来。 除了王传军,当宋丹丹让他上台表演节目时,王传军直接拒绝,我是不会演的。 包括宋丹丹在内的所有人,都表现出一点差异。 王传军接着说,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,我不喜欢被人强迫,推着走的感觉,这让我很难受。 我更期待到最后,我们是自然而然地,发自内心地想唱歌,想跳舞。 话音刚落,旁边的许多小伙伴都拍掌称赞,生活中,常有人碍于情面,拐弯抹角地说一些违心话,殊不知。 这样不仅是在浪费时间,更增加了自我内好。 论语说,智者思其所言,于者言其所思。 人与人之间最好的沟通方式,不是讳莫如深,而是心口一致,与其强迫自己做个事故的人,不如坦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。 只有倾听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,接纳自己,成全自己,才能活得从容潇洒,会偷懒,不让自己太忙,人生真的很长。 我们没有必要让自己活得过于慌张。 遇到事情别太着急,好的结果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。 而我们要做的是,抱着希望静待美好。 没有人愿意长期处于紧张的氛围当中,一个过于紧凑的人,会给身边人带去巨大的压力,学会偷懒,既放过了自己,也成全了别人。 做人要做一个懒一些的人,不必过度操劳,毕竟在这个世界上,事情只有三件。 自己的事情,他人的事情和老天爷的事情,做好自己的事情,把握住节奏。 不管他人的事情,给族尊重,莫问老天爷的事情,不起人忧天,若觉得活得太累,就让自己休息一下。 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,就暂时停下脚步,太卷的环境不利于身心健康,更会将幸福感得无影无踪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未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